六百五十万港人都期盼着邓小平心愿成真的这一天 苍天无情 就在离这一刻还有一百三十二天的时候 老人走了 太平山低手 香江垂泪 通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路上 排满了自发前来吊唁的市民 灵堂内多少人凝视着小平的一项 韩北萨泪 小平先生您还记得吗 您第三次复出首次露面 就是观看金港足球友谊赛 今天我们给您献上一支足球 好让您在九泉之下 还能目睹我们的比赛 小平先生 送上一份香港交通图 好让您熟悉熟悉香港的大街小巷 洛伊不绝的人群 绵绵不尽的哀死 成员愿 邓伯伯的爱国魂 常护中华民族 我们应与伯伯的好气长存 这是普通港人的共同心神 从二月二十日下午到二十四日晚上 有四万五千名香港各界人士 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灵堂 表达对邓小平的哀悼和敬意 我自己是温泉活到九七年 如果收回香港之后 到香港自己的故事上之后 开一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